最近很多主播都在出关于回忆沙的视频 很多粉粉也在问我 小哥姐姐什么时候出一期回忆沙的视频呢 这个嘛小哥也有想过 但因为小哥是在第十个赛季快结束的时候 才正式跟大家见面 如果说弄自己的回忆的话 那应该是陪范的泄露 在他视频里出现的第一期素材的时候吧 所以小哥在收集了一些老赛季的资料后 决定带大家走进这张地图 2023新年大宰岛 这是一张玩家自制的新冲版大宰岛 刚进入地图后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脸味 淡崽岛的建筑全都换上了新冲洋溢的红色皮肤 还有红色的摩天轮 跟22年的新冲淡崽岛相比 简直毫无违和感 虽然那个赛季小哥还没有入坑淡崽 甚至还不知道淡崽这个游戏 但也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这或许也是作者的地图做得非常还原的原因 这里还有SG赛季经典的要星舞台 诶 等会儿 这个NPC和小哥是一样的 难不成当时的NPC就是这样吗 哈哈 那也太有缘了 这里还有第一个赛季才有的旋转梯 小哥在收集以往赛季的信息时 看到很多玩家都说这个地方非常的难上去 当然这也是因为当时淡崽刚出不久 大家对操作按键也都不太熟悉 小哥玩的时候也是屁屁事物 上来之后才发现 原来这是拿某一个赛季的飞食 不过可惜的是 小哥差一点才拿到 对了 差点忘记给大家看要星舞台了 在这座舞台上 大家最熟悉的动作应该就是这个了吧 一做这个动作 相信很多老玩家都会有种四系万千的感觉 经典的舞台加上经典的动作 只是很难再回到当初了 不过没关系了 如果当初和大家在一起玩的蛋搭子还在的话 一定要带着他来玩这张地图哦 嗯 除过这些 还有曾经的足球场坐着也做出来了 这里小哥还是有点印象的 因为这是范德西当时入坑的那个赛季才有的东西 当时我们俩是一起注册蛋仔账号的 只是后来很少一起玩了 直到他做了主播之后 需要我陪他录素材 我也才重新拾起自己这个账号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不知道你们对当时的蛋仔岛还有记忆吗 当初陪你一起玩游戏的那个人现在还在吗 如果在的话 一定要好好珍惜他们哦 因为玩游戏的最高配置 就是一直陪着你的蛋搭子哦 地图里的话 还有很多地方没跟大家介绍到 给大家留点悬念 可以和蛋搭子一起探索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 我们明天见 拜拜